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者 太萌 你们来了 我才想到你们你们就来了 真巧 凯亚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还没开始写 不教作业的学生 可不是好学生 凯亚不做作业是在忙什么呢 嗯 如你所见 在帮秦团长处理各种事务 庆典期间蒙德城里热闹得很 随之而来的杂事也多得可怕 我已经忙了好久了 旅行者 能请你帮个忙吗 有位酒友托我办事 但我实在脱不开身 想请你带我跑一趟 酒友 是在酒馆认识的朋友 是啊 下班偶尔去酒馆喝一杯 不知不觉结交了许多朋友呢 他叫宁露 一般会在酒馆附近出没 这个时间 我猜他应该闲着 我得留下来写作业 宁露的事就麻烦你了 我把你的损货也带到了 那是 我 我 我 可惜 下一项工作室 你就是宁露吗 凯亚说你找他有事 他现在走不开 让我们来帮你 嗯 旅行者 没想到是你 是这样的 我在为我太太准备风花节的礼物 想麻烦久悠凯亚出个主意 我 我这人 球瘾有些重 三天两头泡在酒馆 我太太反对我喝酒 为此我们总是吵架 原来你是个酒鬼呀 我明白 酒是好东西 不过你这样的喝法 嗯 道理我都懂 所以才觉得 有些对不起他 旅行者 能麻烦你们帮我搜集材料吗 我想亲手制作一份礼物 送给我太太 按理说我得自己准备 可最近酒喝多了 一不留身睡了过去 醒来时庆典已经开始了 凭我自己多半是来不及了 这人也太乱来了吧 未婚的蒙德仁可不敢在庆典期间托人办事 凝露 还好你已经结婚了 是啊 真抱歉 让你们看笑话了 真没办法 说吧 需要什么 我会在城里搜索木材 用于填充的植物只能到野外采集 就拜托你们了 我需要两株小灯草 小灯草和木板 能做出什么 我想用木板搭一间小房子 配上发光的花朵和手工制作的小家具 送给他 很温情的礼物呢 一点心意 我刚认识他那会儿 经常给他做手工小礼物 他非常喜欢 还说 抱歉 以前的事就不提了 总之 麻烦各位了 算你运气好 遇到我们这么好心的帮手 走吧 去找他要的东西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有了这个 我马上就能开工 不要只是做礼物 以后也要好好对你踏踏呀 一定 一定 要是我做的这些礼物 能让他喜欢就好了 没人不喜欢饱含情意的礼物 放心吧 好好做哦 不要浪费了我们星星的礼物 辛苦苦找来的材料 我们回来了 凯呀 你喜欢了吗 老师要来收作业了 欢迎回来 我这边刚好也差不多了 快快快 交作业交作业 来了来了 别笑话我就行 卖畅的点评一下 凯呀 我可以把这首诗读出来吗 请慢 你 木黑夜 在秋秋人的语言里 是我爱你 诶 诶 诶 读完了 没了 嗯 主旨清晰表达到位 我认为这种长度足够了 诶 诶 完全就是秋秋语教学啊 不觉得是很有我风格的情诗吗 更像是敷衍的情诗呢 凯呀居然会秋秋人语 好奇怪啊 嘿嘿 别小看西风骑士团骑兵队长的知识储备哦 好了 是时候去收下一分 诶 刚刚似乎有道可疑的人影 我得去看一下 旅行者 还有件小事麻烦你 教会向我们申请了狩猎许可 得请你把这份许可文书送到大教堂 呃 我们又要跑退了 我会跟上的 你也会走 谱 我们在这一段階段 有问题 我们会顺便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如各位所见 我和丽莎正在执勤 是小可爱和她的朋友们啊 来的路上 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吗 发现怪人怪事 可以向骑士团举报哦 服输管理员也要巡逻的吗 一般不用 但风花节期间人手紧缺 就连我这样的小人物 也被叫出来执勤了呢 丽莎 小人物可不会具有 你那样强大的雷元素力 不过各位请放心 我会监督好丽莎的 就算她喜欢用电机的方式 分开斗殴市民 把惹是罪汉 电到求饶 情不喜欢的话 我就不这样好了 是吗 那太好了 否则我真要考虑 吊销图书管理员小姐 与我一同巡逻的资格了 原来巡逻是这么刺激的活动啊 长 长见识了 有什么需要携事团结合的吗 匀 我 我收到一封信 上面 上面 我来说吧 我刚从野外回来 惯例来教堂请修女们帮忙包扎 就看到芭芭拉小姐脸色发白的跑出来 手里举着一封信 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件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至敬爱的芭芭拉小姐 偷走你最重要的东西 埋在图里 哎呀 难道说 这是一封恐吓信 可恶 是恶作剧吗 如果是恶作剧就算了 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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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是真的 背面还画着地图 看起来像是在野外 偷走你最重要的东西 埋在图里 地图上这个地方 我一定去过 好眼熟 我现在脑子很乱 一下想不 我马上就能想起来 马上就能想起来 最重要的东西 等等 难道说 哦 芭芭拉 等等 哦 我想起来了 是千锋神殿 喂 班尼特 怎么就跑了呀 我们也快跟上去 只要你 咻 你看起来 怎么说 一下子 这是良心啊 我的双眼 是 我不是 这个 我不是 你 你 你 我不是 卢莎莉安 我刚才 冷静下来 刚才我在街上遇到秦团长了 丽莎小姐也在她身边 不会有事的 啊 是这样吗 嗯 那封信 给我看看 好的 如果不是秦团长 那这封信上说的 究竟是什么呢 你居然认为秦团长会被埋进土里 这个想法才吓人吧 修女小姐 有什么线索吗 看这张地图 犯人画的应该是晨曦酒庄附近 那里的地形相对开阔 把东西藏在那里 会是什么呢 好厉害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过 晨曦酒庄 似乎和刚才听见的某个地名 不太一样呢 爸爸啦 语气在这里被想象折磨 不如直面问题 嗯 你说的对 我只是 是在害怕吧 那我们陪你一起去 如何 诶 各位 这位修女小姐要同行吗 我就不必了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大事 嗯 她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你们去吧 巴巴拉小姐 你好点了吗 嗯 我 我没事的 罗沙利亚说得对 与其自己吓自己 不如直接去领教犯人的手段 没错没错 我们几个一起去 谢谢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去地图指向的地方看看吧 好 把巴拉冲呀 咦 这里怎么会有盗绑团 对 我还想选错了 双寒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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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快打开看看 我 我 这么精致的礼盒 却出现在这种荒郊野岭 嗯 好有意思 诶 哇 好精致的风车菊花花 还有很多纸星星 裸位的犯人 好像是巴巴拉小姐的粉丝呢 还有张字条 写了什么呢 我看看 嗯 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吸引您 为您的美德与可爱 献上饱含诚意的风之花 哈 以恐吓为手段的骗局 无论是对神明 还是对重要 至爱之人 都要以最饱满的情感 献上鲜花 这才是如今风花节的核心仪式 为了在特殊的节日里 向你送出爱与祝福之花 不惜选择引人瞩目的手段 看似吓人 背后却是精心准备的礼物 嗯 真离谱 怎么听都是个没分寸的家伙 确实 这样的人选 我心中似乎有一个 你说的是谁啊 噓 不要说出来 让小派萌擦一会儿 呃 怎么这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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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